聖誕老公公帶動跳 牛腰百豚的模樣 逗得孩子們哈哈大笑 為了落實公益關懷 並陪伴恆春落實兒童 感受節慶的歡樂氣氛 飯店特別籌辦聖誕慶祝活動 除了有精彩表演 也有聖誕老人送禮物 以及特邀飯店主廚 與孩子一起DIY薑餅屋的內容 希望滿足所有小朋友 對聖誕節的童話般想像 我們每碰到節慶節日 我們都想到弱勢兒童 跟單親的兒童 所以我們為了營造 給弱勢單親兒童的一些歡樂 尤其在聖誕節的一種氣氛 我們每年都有辦一個 兒童的活動DIY 尤其在薑餅屋 讓他們回應聖誕節的典故 從此體驗到過聖誕的一種氣氛 所以帶給兒童很好兒童的回憶 我相信這是我們帶給 這些小朋友的一個重要的意義 做了一些餅乾 然後吃了一些美食 小朋友開心但享用飯店的精緻美食 整天的活動精彩多元 除了有趣好玩 飯店總經理也特別安排 讓孩子盡情享受五星級下午茶 期盼透過這樣的公益關懷 讓孩子感受到社會所給予的溫暖 這個活動中間我們除了有帶動的一些舞蹈 同時也有DIY的薑餅屋 更讓他享受我們五星級的下午茶的一個餐點 讓他來到這邊會非常受到一個非常榮幸的一種感受 所以這是我們舉辦活動的真正的一個目的 很感謝福華度假飯店 他特別去招待我們就是 佳福恆春服務區的小朋友 我想這是對他們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也很多應該就是第一次進來 那我覺得讓孩子很開心的微笑 讓他們很開心的來這邊來過一個 聖誕節的一個前夕的Wonder Party 應該是一個最有意義的事情了 橫春家福中心特別感謝福華飯店 在聖誕節前夕 舉辦這樣溫馨且熱鬧的活動 讓小朋友與志工老師都相當感動 也留下珍貴回憶 一同分享聖誕佳節的熱鬧及喜悅 彼東新聞 博玉婷 張志豪採訪報導 請教主要做一次 小朋友與成功的經濟 おiac 快樂 男朋友 長 有 有 有